从淡静路往三支方向要左转进到滨海路一段时 都得要到下一个路口 行驶二路回转绕一大圈 所以市员陈伟杰在街道成情之后也办了会刊 承诺在清明廉价前会完成开通路口 在淡水区淡静路与滨海路一段的交汇路口 从这个星期开始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工程车 在中央分割岛进行工程 由于原本从淡静路往三支方向 要左转进到滨海路一段时 都得要到下一个路口 行驶二路回转绕一大圈 因此日前市议员陈伟杰接到存情之后也办了会刊 承诺会在清明廉价前完成开通路口 为此议员也相当关心工程进度 那这一次也很高兴他有横拖到我们确实的状况 他了解到我们新市镇的居民越来越多 那不管在新市一路先左转或是新驶二路左转的 都会塞在这个中山北路上 所以他也横拖这样的情形愿意把这个路口给打开 所以今天公路总局已经在做路口的打开的一个动作 先把他的中央分割岛给打开 那隔几天呢 过几天就会来铺这个柏油 最后再由我们的新北市政府交通局 来把地上的标线 再把号制的这个秒数 做一个精准的一个的联动 过去滨海路与一旁的商工路口距离太近 先前许多人希望申请开口都无法核准 但是现在有民众需求 最初是希望能够用高价的方式 沿轻轨跨过路口左转 但是后来公路总局同意开口 目前正在进行工程 未来近期内就可以完工 首先我想也要很感谢我们很多的网友 对我的这个叮咛跟督促 我记得大概十多天前就有网友开始说 怎么都没有动作 那其实这个案子从我1月17号第一次会刊 到2月14号第二次会刊 就已经讲过说在清明的假期之前 要把这个事情给做好 所以大概十多天前就有开始有网友在提醒我说 怎么都没有动作 所以我也让我说我必须要去搜集一些资讯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搜 其实我本来就有在关心 我也知道说大家很在乎 议员表示在这几天 市府交通局也将预计要在新开通路口上面 装上了号炬灯 而在公路总局完成开口之后 就会在座薄油铺面标线划设 未来民众从台北往3G方向的车流 就可以与轻轨一样左转进到了滨海路 往新序镇方向 让居民回家更方便 记者许多一 待会参访报道